大家好我是大雷 这个是仙剧机 我以前拍视频做手工的时候用的 然后现在准备打算给它挂网上卖掉 当时买的时候花了400块钱 现在康康复兴给它300块钱就给它卖掉 开箱 这里边这个泡窝还没打洞呢 这用了几次了 给它拿出来 这是一个小灯 然后这个地方属于工作台可以倾斜的 在这底下的地方有调整大小公寓的开关 这个是调整工作台角度的 它就可以晃了 把它一拧死 这个就晃悠不了了 固定这么一个角度 这边好像是出锯末的 正常使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点给它拧死 还有这两个点 都点固定死了之后才能给它开机用 这个好像是来回跳的那种 这个是吹锯末的 然后这个盒里头 这一共有两种锯条 一个是拉花锯 一个是正常的好像那个锯 我忘了这个叫上面 拉花锯就能拉各种形状的 这个就能光是拉直角之类的 先试试这个锯条 给它卸下来 现在把这个锯片给它按上 锯片冲下来 对 然后你往下扒一下 对 我这把扒一下 接着压一点 好了 按好了 这会儿的 咱用这个六角斑的 稍微给它带上点就行 别太记 还有里面这个地方 这个也得给它带上点 要是如果上不紧 的话容易不用锯条 我可能记得是 应该行 好长时间没用了 然后给它 凝死 翻不动了 你可以插上电吧 插上了 插上了 那个不是那是灯光开关 这个是管这个灯的 这个开关的 是底下的 好了 好了吗 这个就这样的事了 不用 来试试吧 那个好像没啥影响我记得 忘了它的作用了 只能有点柱子 看吗 客头机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这些做小东西 不也行的 要摸摸摸是吗 这个地方可以调大小的 往这边拧 它的速度会变快 看了 这不是拉这么粗的 没有 而且 对 它是拉软木 咱就好像是硬木 木头也有说到 这个是拉的小薄板 对 我去拿它 这个小盒里面的木板 之前就是我做一些小物品的半整品了 在这现在拿来用一下 这啥玩意儿 这个 你知道最难的是哪个吗 拉到的车 对啊 最难的是一个磁 对啊 这垂拉不好就对上去 对啊 木头没想起 小木棍做了一个轴 手工的 不拉它 还有别的 这个是电纹的 奇怪来一个就行 这种木板咱网上都能买的 嗯 嗯 这是没有用的 对 没用了 对 这就是这手玩手工的吗 这个可以做个鸟笼了吧 这个 然后它还可以咋的 然后这个倾斜角度 可以给它拉个45度的角度出来 就是拉这个鞋笼 对 就是能拉出一个鞋角出来 再鞋够大了 对 再想鞋更大就拉更大的角度了 这个红材的东西就是磕洞 西线一长嘛 你说挑玩吧 好玩 这没时间玩 哈哈哈哈 是啊 这个是 对 就给它毙了 对就给它毙了 你说卖不卖 卖不卖 卖不卖啊 这个玩意儿像我说 也没时间玩啊 我也卖这么卖的 没时间用 要有时间玩也行 这个就是拉花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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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用这个吧 按这个花 拉一下看看 哈哈哈 也挺好 哎 就是没时间摆了 就是我当初买的 400块钱 完了 还有20块钱的巨条 这个是16年或者17年的时候买的 然后这都两三年了嘛 也都一直放那没用 然后这今天想起来了 就给它准备处理掉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按关注 谢谢